欢迎来到酒馆 漫游节目 我是老白 大家好 我是直卓 我是阿鱼 我是轩月 好 我们终于可以录一期关于魂的游戏了 那么就是爱尔登法魂DLC 这个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录上了 我本来预计可能我们要消耗一个月的时间 来进行完全的这个这个探索啊 什么什么的 结果呢 还是提早录了 具体愿意来说 牙才能干了 对 你说玩魂全都成熟成熟的熬夜去通关 确实停不下来 从早打到晚 但是呢 我没通关 所以呢 就好像每期节目都是我掉队的 我这回充分认识到了一点啊 就是我觉得魂这个游戏对我来说 还是有一种莫名的这种 也不叫魂吧 就是魂吧 老头魂这个游戏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阻力的 就是有点难受 对难受 环境的氛围 其实本来我是打到哪了啊 我先说一下 我现在是拿了三个地图碎片了 然后右上角没探 然后现在就有点这个 右上角就比较后期了 对 我最后一次打的boss是那个 那个蓝色的那个洞 都是胡的那个 有一个什么监牢 里边有一个猴子剑胜 那么猴子剑胜 人怎么叫亚人剑胜 亚人吗 亚人剑胜 对 那个 约西啊 掉那个约西的骨灰 要西 对 反正 对就打到那 而且也是破除了 咬人了 确实咬人了 破除了 很遗憾 是 就是顿时三观崩塌了 但是这事都过去了啊 就是 经过鳄鱼跟那个执着不懈的开导 我已经迈过这个坎了 有一种这种 对 莫名的对于这种游戏的洁癖 但是 说实话 还是最后认可了 就是这游戏 大家想怎么玩怎么玩 没有什么硬性规定 是别为难自己 对 就完了 那行 咱们回到正题上 就是谈一谈这回的DLC吧 我觉得 大家都感觉怎么样 有些 其实我个人体验还是不错的 就是整体感觉 给我一个感觉还是可以 但是 有一些设计确实是 挺让我在意的 就是大家最开始 刚发售的时候 大家都说这个树脂问题 就是这个树脂 特别崩坏 刚开始那个古老骑士 老大 两刀就死 对 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要引入到咱们 他这个DLC新加入的一个机 是就是这个黄金树幽影 就是黄金树庇护 黄金树庇护 就是拿那个碎片和灵灰 能增强你的数值 对 但是我这个看法有一个不同 就是说 我觉得他最根本的问题 就在于他这个开放世界 他设计的还是太空了 设计密度太低了 没什么东西 没天什么东西 咱们看那个南边吧 南边有个地图 那个叫青莱海岸 那个大片蓝塞的地方 那个东西 那个地方非常明显 就是你明确能感觉到 你我的个人感觉 体验就是 我刚到那块开一个次服 我看我前面绝景 前有绝景 然后但是就是那种探索欲望 立马就上来了 而且这个地方是我从一个不知名的小道 莫名其妙就绕到这了 然后我就当时说 想要好好探索一下这个地方 但是你越走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没什么东西 很空 空吗 对快 没有甚至连洞穴 那块好像就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洞穴 有 有一个 有但少 很明显就是和那个本体的主线那块 对和本体甚至和DLC主线那个地牢就明显要少 而且它的奖励设置的也不太好 就是你的探索奖励探索反馈 你在那个还是这个地方也是特别明显 就是说那种大船在这个青南海海岸上能看到那种大船 船的残海吧可能是 然后它们这种船残海底上一般都放一个光点 你特别开心的过去一剪 断造石碎片一 它那个是一个大棺材好像 它那个好像是一个船 我也觉得不是船 但是一个棺材 棺材吗 特别大的棺材 它是感觉像一个船是那种感觉 它是一个巨大的石棺 然后中间镶嵌着很多小的石棺 就是棺材的棺材 明白吧 它是这种设计 你一剪就是一些很低级的 就是每次就会让你失望的那种道具 对对对 难道你第一次看见那个东西 你没想它是翻盖的还是滑盖的吗 我一直觉得是滑盖的 它在海岸碰的 也是个旋转的 但我说实话 青岚海岸那张地图 半张地图塞了一条龙 然后很费解 但那个龙还是换皮的 然后你就会往回联想到 你第一张地图的那个巨人 六条人 那个火焰 火焰巨人 沿头对着 对 而且说到这个龙 其实这个龙对于本体来说 其实区别不大 我觉得 它其实这个龙 对 它龙的设计 我觉得是偷懒了 就是它在没有增加 这个更多的招式和演出的 这个前提下 它只是单纯的把龙的伤害和血量变高了 对 对我觉得 招式没有太大的区 对这个野外的龙设计的并不是很好 我觉得 那我问问原来本体里边的龙有没有招小兵的呀 招小兵的没有 招小兵的没见过 那这个之龙会招小兵吗 不是 哪个龙会招小兵啊 青蓝海岸的龙会招小兵啊 招那个小骷髅是吧 对 你说那个是吧 招把亡灵 对 这个是头一个 以前没有过 这是恶心你的 就是那个东西移动特别慢 还行吧 打你也不成 你也不用管他 是 但是就是老得躲 尤其那个亡灵法师放那大骷髅追着你的时候 特烦 就是你刚刚那输出两下脚 结果巴巴巴 挨了两下 还是特烦 对 反正这个点的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他改善这个龙 对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对 因为他很多的 显得整个开放世界没有什么内容 就是大量的重复的 无聊的 开放世界没什么内容 你是跟本体在比 你跟本体比的话 他本体还有监牢呢 对呀 你明白吗 他本体除了还有监牢 还有那种小boss 你比如那个 隐兴兽那个 就是牛头牛角的那个 对吧 对对对 看其他这些东西 他这个是没有的 他并不是说开放世界放的东西 让你觉得没有探索 是因为你去打监牢也好 你去打这个小boss也好 他掉落的这些武器 这些东西 你觉得有用 你觉得新玩具 对吧 这个里面他没给 他并不是说你捡起来一个屎块 你妈攻其老贼 你就知道在这塞屎块 是吧 他其实不是这个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大家觉得空的原因就是一方面是跟本体比有一定的这个落差感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他给的奖励没有像本体的那么的出彩 就这个东西我拿到了 好像没有用 没有意义 对对对 所以拿起来看半天一看 你这不是个pvp武器吗 对 你是不是那个你说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就跟他那个在城里盘上楼以后捡到一把侍女剑这种惊喜 对对对 差不多是那种 对对对对 我觉得对 他有些地方就那种小地图上那种原来城里边那种有点这个原来本体那味儿 但一到大地图以后没有了 因为他城里面那个设计还是就是秉持他原来那种老一到混三的那种对那种设计去做的 对 但但我说句实话 但我说句话 我觉得虽然是秉承了他以前的但是跟本体比我觉得有些东西他其实应该可以再藏一藏但是还是有点直白了 是 是 他这次dlc成的 对对对 你看到那个塔你爬上去然后你就拿到这个箱子就感觉比本体更直白了 就没有本体那些就是他会把一些比较强力的东西他给你藏下来的那种感觉 没有了 嗯他他我我觉得他这几个城设计的其实都没有使动位而好 对太直白了 我也觉得是 比如说对他给你放一废墟然后你只需要找一个地方跳上去 然后进然后你进到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废墟最上面那个门里面然后那里面他就一个箱子 也没有机关也好也没有敌人也好好像就只有一个废墟里是有一个敌人的 我记得 别的都没有 他就只是单单做了一个箱子 对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点太简单了 对 太直白了 没用心感觉没有那个本体那种 那种探索成就感 是 对呀 我说一个观点就是说他黄金树 庇护这个机制他放那么多 幽影 幽影 幽影碎片还有他那个灵灰 对我觉得他最开始是想掩盖他这个设计密度不足的这个一个问题 有可能 因为这个东西 我在我个人游戏中就是看我这个东西眼就发光我知道这玩意就实打实给我提升战力的 就给我硬碟数值 但是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他是想鼓励你去探索 并不是说他觉得他设计的空 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设计的空 你看 那那 我是他是引导我探索但是 不是他不是引导他是鼓励你探索 鼓励我这是两回事 你这个开放世界 对说实话 你探索有那么强的动力吗 对就因为没那么强动力他才鼓励你探索你懂的吗 呃其实就是这个碎片我还有一个 呃就是跟你们不太一样的意见就是我其实 不管他是不是鼓励你探索还是怎么着但是我觉得这个碎片的设计我觉得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就是不好呀 对因为是什么的就是我在玩本体包括我在玩以前魂123的时候 我并没有被被半强制性的要求你去找特定的东西来变强 对有吗 他这个他就是拿这个优影壁户去卡你 但是他如果你就找了三个或者找了五个你去打那个boss你就是觉得难 对他给你特定的设计了这么一个碎片说你必须去找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能让你变强 但是我平时获得的那些道具经验他却不给我了 但是他就说白了 他就说白了就是把他就说白了就是把把能让你变强的东西他把你具象化了然后又强制要求你去找他 但是你会发现你在找他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你会错过 对因为他不是很起眼是真的不是很起眼 他把原来本体所有搜寻到给你的是一些收益全都没几乎没用了我觉得 对所以我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不如把它做成一种 你在探索也好还是在推主线的这个这个过程中也好他能潜移默化的让你变强的这种设计 我觉得是我比较喜欢的 而不是说特定的你去找这个东西你才能变强这样的设计 他就应该设计成什么呢他不是10个boss吗他就应该打完一个boss给你一层然后剩下几个藏在那些 你比如什么灵庙里面之类藏在那里面你想再强一点你自己去找你不想强这10个也够你打完拉坦对不对 因为我在找的过程中我确实是路过了但我没看见 确实有这个问题 不嫌眼反正而且他有的那个 这个藏起来了他就是是啊他藏的那个土上倒小罐子那小怪里要不然他藏河马里奶那个对的 所以我不是 没什么道理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这个设定 我能问一句吗 就是可能之前问过你们 就你们有没有觉得如果进DLC 大家进入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世界平面的时候从一级开始行不行 则就没有这个黄金碎片 就没有他这个幽影碎片这个东西 就是你进以后从一级开始 然后但是你的武器呢 你那意思你一百多级你打完蒙格以后让你打回一级 对就你你从头开始一段在这个 另一层世界的冒险不行吗 就你原来的设定 那你武器还是用你你还是用不了你还是从从零开始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觉得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没有做 就说白了就是再给你一个本体 对对对他卖第二份不完了吗 对对但是但是就是说能不能这样做 对能肯定是能对能不能这样设计 就是我觉得他这样设定的话会让所有玩家都是从开头起步 我我我抱有这样的怀疑态度就是因为我本体其实打的没有别人那么深 没有探索的那么全但是但是你听我说他那样设计也就没有必要让你去打蒙格了 也是你说的有道理 他直接在其实就是开始那个界面给你一个选项进入DLC完了 对对对对 那你跟蒙格有什么关系 那也没有关系了其实 那就是可能剧情上可以稍微关联一下可以 但是对吧其实按你说的门口开个门也没什么问题 要这么设定的话 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他把本他把本体好用的东西他都给你砍掉了 但不是我我觉得是我这样的玩家会遭受到很痛苦 尤其像PS玩家100级 然后进来以后武器也不全 护肤也不全什么都不全的情况下 就你很难直接上手体的DLC 不不不不你看我那个当了吗 我丢给你护肤可是全的啊 我那东西是全的我是打完了的 是你没探索完 对就是我的问题嘛 就是我说像我这样的用户 就是这种之前玩家在这个本体之中 没有做到别人的那么多东西 那我直接进DLC我会真的是很痛苦 他其实这个DLC是有一点默认大数据 就是大家至少都是通关了 或者说是可能机会相对的比较高 比较高 对这就是为什么他设计这个幽影庇护的原因 就是给他稍微洗一下啊 就是可能也不是洗 就是他觉得你再给你魂也没用了 对吧你升一级是吧 三四十万四五十万对吧 那我给你一个其他的东西 让你去强化你的这个 就是类似于属性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 但是护肤还是很重要的东西 很重要很重要 护肤相当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而且他这个他高周目就很多玩家 他是高周目进入的 比如我 对他这个高周目设计他就是默认你 就是说你第一周目已经把这个黄金树 已经把这个游泳树碎片的收集差不多了 所以就一旦进入高周目 你的开荒体验会异常困难 就我觉得也是他设计的 他就是设计失误了 没太考虑 没太就没考虑高周目玩家 他就是说不好听点 对你看我是五周目进去的 我五周目进去的那个小兵扛我就两刀 boss如果有二级刀的话 基本基本上打我好行也就不到两刀 其实他不是他不是没考虑这个高周目玩家 他是直接不考虑你不探索的情况下是怎么玩的 这种玩家 对比如我直接去打狮子 我直接去打声乐 那太难了 一刀就没了 很难受 对特别难受 开始玩的时候确实有点自闭了 就感觉好像是 我不知道是当时琢磨不明白是难度到底是真的高 还是我变菜了 而且他这个难度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靠这个数值去砍你 他其实在怪物的设计上 他有点倾向于推荐他DLC新给你的武器 对 因为他把之前的武器还有这些战灰什么的 他都削弱了之后 他新的这些boss还有怪 他的韧性是比本体要强的 但是他高确认的武器都是 但是他高确认的武器都是DLC新出的 挺合理的 这样就导致你用以前的武器再去打的话 没有新DLC的武器好用 所以他是说白了就是数值又难了 然后那个武器又给你砍了 所以我玩的时候就感觉就是 哇难上加难 特别难 所以才有这种感觉 那所以说孤劳到底是不是应该第一个要打的人 不是你可以不用第一个打呀 对 他其实就是个野外怪物 对 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探索的都感觉第一个要见劳大呢 就是还是习惯 因为你往那边走 你往那边走 那个地方很显眼 你拿到地图以后往那一看 有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你肯定要去那看一眼 对吧 你看完以后你发现那是个精英怪或者小boss 那你肯定想打一打 打完以后你发现他们两刀死 那是我的问题还是怪的问题 对 关键他第一个boss 他的就是一个 不是也不叫第一个 就是你见到劳大的时候 你会感觉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魂系翻滚打法 对没错 对 他就感觉好像是他刻意让你安排你 让你 就是 探门的 对 重新拿起这个熟练一下手法这种感觉 意识这种 跟以前大屁股似的 对 反正是那意思 反正就 但是你打得很痛苦 我一下打我百分之六七十 我说好难受啊 所以我都怀疑他那个是不是不是按数值走的 他会不会就是按百分比的伤害走的 他就是数值 他就是 数值 跟数值还是有些关系的 就是因为你没有buff 所以打你特别痛 对 我就记得我第一次见劳大的时候 一个G 八百 我当时就慌了 然后他掉一点点血 哇 吓 吓死我了 尤其我这种护服还不全的 我觉得这个DLC 人形怪很多 挺多的 但是就人形怪 我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就是你拿高冲击力的一些武器 高血刃的 你就打他 都能屈死他 对啊 但是 但是 人形怪一多 就是你为有这么一种最优解的话 你就不愿意去用其他的武器了 对啊 人形怪你风险大 他有可能一套就给你带走了 是 一滑了就给你带走了 不是你本体不是这么设计的 你本体你用玩什么都行啊 我是这么觉得的 他主要是这次的人形怪 如果你在不收集buff的情况下 你又打不出来处决 你伤害还有低 但是他打你只需要两下 是 所以你就会造 但其实打法跟本体是一样 是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数值的这个落差 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好难打 容错率低 非常低 对啊 你要打好几轮 挺恶意的 反正 当然啊 各位观众啊 各位听众啊 我们前提是 我们都比较喜欢玩一些翻滚的 然后不摇指的这种方式 并没有什么 什么那个 什么什么傲 高傲的这种态度啊 我只不过我们比较喜欢到这种 孤老 孤老也不能摇人 对 前提我们说一下 对 主要还是建立在以前玩魂的那个思路 在聊这个问题 对 我们不拒绝任何形式的这种娱乐方式 怎么通关啊 不拒绝 前提先声明一下 其实为什么吐槽这么多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就是 他DLC的这个翻滚 玩起来比本体要难 确实是 BOSS和怪物设计 我觉得就有点极多 所以其实更多的 我们可能会去 就是会产生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会 他会就是为了设计这个怪物 让你更多的去增加这个摇人的人的这个难度 等于其实他间接的 对 间接的让我们不摇人的难度就 加的就越来越大 对 说白了就是打破坊了 烦了 我还是打破坊了 心态崩了 确实崩了 他设计这个开放世界 他不太好把握 不像以前做老魂那种相挺 他能非常好的把握这个玩家的一个成长 他开放世界 他有点把握不住这个难度设计了 但是他同时要维护自己魂 他其实有一个算是高难度的一个特点 相对来说比较高难度 他所以就只能把这个boss 把这个怪物设计的更加极端化 要么就是一连套七八刀不带停的 要么就是那种非常高的韧性 你怎么打都打不出来硬直 对 对 那问题说到这了 那你们怎么看待摇骨灰这个设计 摇去看 人本体就能摇 对 不过去摇 我是想开了 我是想开了 对 你看 劝开了都 对 我是觉得 这是人游戏本来的一个玩法 你不能摒弃人游戏本来的一个玩法吧 对 但是我就是认为 就是你摇骨灰的设计 当然我不是对摇骨灰这个设计 本身存在任何的偏见什么的 但问题就是 你这个摇骨灰的设计 确实是造成了你不好去做boss的难度 因为你得按照我摇了人之后 两个人打你一个的难度去设计boss 那你一个人打肯定就难打 其实他可以和怪猎一样 就是人多加血 加攻击 对不对 你摇了也算 是不是 不行吗 不能那样说 但他没这么 他往常魂有这种设计 你教NPC 你摇其他玩家 他boss的数值是会增加 但是他这个骨灰就怪在 你在进入boss房之后 boss的数据已经定下来了 然后你可以再摇这个骨灰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设计成 如果你要摇骨灰的话 你可以略带的提高一点boss的数值 动态呗 对吧 这个很难 对 但是你会发现 他boss很多的招式 就是想连着骨灰和你一块打 他就是设计出来 就是大范围的一个快攻速之类的那种 他就是设计出来 感觉你两个人在打 或者三个人在打 这样一个感觉 而且他现在公秦高都知道 就是说大部分玩家 就是你进屋门 第一件事就是摇骨灰 他很多boss设计的 就第一招去过来 你进屋门 他就得过来打你 说了谈的是吧 对 拉篮直接撞过来 但我说实话 我只能说 因为我没有玩过其他魂 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因为我玩是我第一个攻击老贼的游戏 我在体验的过程中 因为以前我是比较担心自己的手法 适应不了这种游戏 或者说自己的反应程度什么的 但是本体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 这种魂式的游玩方式 因为 渐性体验好 对 我选择了 因为我选择了一款聚合的武器 我从头拘到尾 也不摇人 这么打 我是打得非常开心的 但是其实我这样玩法是有缺陷的 因为我没有换武器 其实换武器也是魂类的一种体验 对吧 就是多武器 还是RPG 对 但是我是觉得骨灰这个设计 其实对于游戏来说 我觉得有挺大伤害的 当然它可能是为了让更多人 都能继续推进剧情 你说对了 你说对了 它对普通玩家来说 它是友好的这个东西 你别管是陶克也好 是骨灰也好 对吧 它设计出来这个东西 它是想让更多的人去通关 而不是说 我卡死你 我就卡你这了 打一天打不过去活该你 懂吗 它不是这个意思 对 其实我知道我这种人就很轴 就我 我觉得玩游戏 以前都是比较喜欢一些 我可能过不去 但我再来一把 可能就过了 这种感觉是 是一种持续的这种 我觉得是一种精神的这种 鼓励吧 就是一种挑战 就是传统魂系的那种 那种思维方式去 去推进这个游戏 对 但是在DLC的时候 我卡双月 卡了六个半小时 我就是一个黄铜盾 加一个 加一把这个 湿山血海 其实湿山血海 已经比原来我的居合 强很多了 已经很好用 对 然后我确实是打不过双月 可能是真是自己菜 因为我看到别人的视频 人家翻滚的都挺好的 就是自己反应过来 其实不是菜的问题 就是树枝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让你知道他 容错太小 对 当你知道他一刀 就有可能打死你的时候 你的动作就是会变形 是 有点急了 很多人没有那么强的抗压能力 所以我就说 这个DLC 把那些以老打法的玩家 逼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上 你打不过去就是菜 但你不是不能打 但说实在的很难打 很难打 对 但是你又不得不去逼着你去这么打 对 你也可以正常打呀 你先去跑一圈 把英勇碎片拿全了 或者说拿个15层 15层总行吧 拿个15层再回来打 是可以 但是我第一周末进去 你说我哪知道这些东西 对 不是 一个是不知道 第二个 他那个路线 其实大体上看来说 他给你定的有点死 你去其他地方路都是小路 但是你看本体他没有这个毛病 本体如果说你打不恶罩的话 你往回走 你能去那个戳击半岛 对吧 这样你提升完了以后 你拿了一圈混回来 我能打了 是吧 这就形成一个错觉 对 但是我就想说 双约友卡了6小时以后 我实在是过不去了 崩了 然后我就摇了一个人 然后三四晚就过了 然后当时就觉得 我觉得我这6个小时在干嘛 我就在骂自己 你知道吗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 特别自闭的状态 你知道吗 我到底在玩什么 我到底就 反正就崩了 但是不是说摇着 其实摇着也都对 因为他设定这个东西 就是给大家用的 是一个玩法 对 只不过我们自己可能就是想 稍微有点挑战性 对 这样我们就能满足一下 我们自己的虚荣心 或者怎么着 咱们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事 我觉得这个反馈 给我的是本体之前 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反馈 所以我在DLC也想追求这个东西 但是我发现行不通 真的行不通 就是我能力太差 因为他把难度加大了 对 而且我探索能力 还没有别的玩家那么强的话 我确实打这种DLC 就非常难受 就是这个 对 确实 因为有的人确实是就想推 就是比如说我就推到这了 我遇到这个boss 我就打这个boss 而不是说我推到这 我打不过 我再去别的地方 有的玩家他不想这样干 对 推到哪 打到哪 这是本体体验最好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这个DLC 他问题就在这了 就很多人他体验不好 就是怎么那么难打 但是他又不想去别的地方 我收这个buff 收那个buff 他其实 所以就是这样的玩家 他体验 我觉得会相对来说 会比较差一些 是 对 我觉得还有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boss设计退步了 就是说我们看以前的魂 你打完一个boss 比如说之狼 比如说魂3 打完一个boss 你会想跟他再打一遍 你再打一遍 你是会更轻松 你就觉得因为你已经看透这个boss的绝大多数招式了 比如说嫌疑狼 嫌疑狼太爽了 你打过之后 你再打一遍嫌疑狼 你知道你这次打的可能会比过的那把更轻松 对 但是环本体就有这种趋势 DLC还是有这种趋势 就是你有些boss你打过了 你不觉得自己是痴痘的 你觉得喜利糊涂可能是他少出了两个奋招 幸运 可能就是你刚刚好好 你幸运好 你就是足够幸运 你就走位可能 你打完之后 你是有这个问题 包括女武神也 对 你说说为什么 他不叫爱尔登法魂 他叫爱尔登法魂 对 他确实没有那么魂 对 但他你毕竟都是from software做的 你杀爱凡事 那还有AC呢 你怎么不能让我开这个机甲打个招 对不对 确实 所以还是不太能用传统魂的思维去看待这个 去看待这个 因为他本体就设计了骨灰 设计了这些东西 他其实就是想让你去用这个东西去打的 要不然他设计这个干嘛 对不对 对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 他能不能再保证 这个我们都公认 至少能公认 就是说以前的boss设计 他确实是要比还的好 这一点咱们是不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他能不能在保证 我有这种体验的基础上 你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设计 来控制这个难度的一个曲线和变化 控制不同玩家 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做到一种这样 而不是为了 而且你看就近这几作 你从法环本体 哪怕是AC AC其实也有一点 再加上DLC 你会发现他的boss设计是越来越 疯狗化极端化 你可以这么说理解 越来越注重所谓的RPG 你就是要用竖直 要用那种所谓的轮椅武器 这个好打那个不好打 对 用轮椅武器去打 而不是我们往常说的说 可能说有某些武器会有一些优势 但是说你用其他武器不是说不能打 对 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恶魂开始本质上就是RPG 它也从来不是一个动作游戏 或者说什么的 对 但是它这个差别没有那么大 环的差别是最大的一代 它只是说你30级也能打 你50级也能打 但是到了早的环 可能你30跟50差的会很大 就是你用不用轮椅 那差别巨大 你摇不摇人 如果你摇人再用轮椅 那基本上就无脑推过去 是的 是这样的 它差别真的很大 而且它其实我还说一点 就是刚才那个宣悦说到的 就是有没有类似能够就是 照顾一下以前魂系玩法的那种难度设计 其实它是改了的 它是有的 你没有发现吗 就是咱们以前玩魂的时候 那个思路是 它固定的招打完了之后 你看准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出手 对吧 但是魂它加了很多的变招 它的招是随机组合的 你发现没有 所以 但是它为了 对 它为了优化 让我们这些 以老打法去玩这个游戏 它把对战的出手思路 它给改了 它不是说固定的招收了 你可以出刀 而是在它收招之后 你看它有没有第一时间动 就变成了要去看它的起手 它只要没有起手 那就是可以动 它如果有起手了 那你就要接着躲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优化了的 但问题就在于 这个落差真的太大 就是我摇个人 我起个轮椅 我可能一次就过 这个落差真的太大 是 其实有一些冲撞 我觉得是一种思想的冲撞 对 它是有优化的 我觉得 就是你要让我现在再重新打一遍双跃 我还是非常激动 我还是想试试 我能不能真正的按翻滚去打败它 甚至不加盾 可以的 对 还是想试 你把你的武器的收益稍微提一提 稍微减点buff 它就没那么难打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自虐倾向 我觉得我特别希望boss 是 你肯定是的 对 就是玩老贼的游戏 都有点自虐倾向 对 你让我过不了 我就偏给你过 给你看 就是有种较劲 特别较劲 你肯定是能过的 就是熟练度和背板程度的问题 肯定是能过的 打崩了 反正是个 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也挺重要 比如说可能 我这次没过 但是我又着急 对吧 我又怕他们的看到群里 有人发照片 各种通关 对 所以就怕剧透 所以你着急通关 那可能你这周末 你可能起了轮椅 或者是摇了人过了 那你慢慢以后 你再打二周末的时候 你慢慢自己一点点打 也行 就这个心态要 心态要放宽 这不就是你的思路吗 对 但说实话 我其实觉得这个DRCBOSS在设计这方面 唯一就是V2 我觉得两个出格的一个就是山猪骑士 还有一个 山猪骑士 就那个冲撞 老将 老将什么来着 叫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最终BOSS 拉坦恩第二阶段 拉坦恩二阶段 就这两个BOSS 尤其是拉坦恩 老将其实还好 老将他只有一个冲撞 那个猪车 那个猪车很怪 就是猪车 对 他那个范围特别大 就是你什么也不管 就是你硬挨撞 你扣的血 和你翻滚 和你防御被破盾 伤的那个血 其实是要少的 就如果你用翻滚 躲这招 你受到伤害会更多 就会把他那个 会把他那个两段 还是 就他 如果你是被他第一段撞了 你之后会进入一个 无敌状态 就后面几段 你吃不到了 但如果你翻滚 你会多吃到好几段 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 不知道是bug 还是他就是这么设计的 一个东西 你在别的游戏里面 这个东西叫做空气判定 你知道吗 你别动 让我凑你一下 你别动 你动了 我凑你两句 反正我 反正我基本上就没滚开过 怎么滚 怎么 怎么 怎么都吃 反正 对 没怎么滚开过 我就是唯一能躲开 他就是进门的那一下 是什么 你进门 看到你那个 就是他这个boss战 能骑马吗 你进门 第一时间 你先把马招出来 你跳一个二段跳 能躲 一个跳 二段跳能躲过去 但是 但是 你也只能躲过 就是说进门的这一下 但是如果你在后面 他如果继续使用出这招 你很难 有那么长的距离 足够你去 叫出零马 再加一个二段跳 那他 他这个 只要能骑马的 这个boss战 他是不是都是给马设计的 有个这可能 但 但我觉得骑马 也不太好 因为他有很多那种AOE 就是你的马 马会掉 马也挺脆的 我当时 我打 不是 我打他的时候没骑马 我不知道 我刚开始骑马了 刚开始骑马 但是他那个 基本上两三招 就把你马打掉了 你有一个 钓马大硬直 用体验反而不太好 我就是感觉是上难度了 所以我就是到最后还是以一个不战的一个步兵的形态跟他打了 行 五马可以 这也五马 然后还有就是拉塔恩二阶段 拉塔恩二阶段 其实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光污染 光污染看不懂 光污染 都棒啊拉塔恩 不是 就是他一阶段 我真觉得拉塔恩一阶段设计的不错 他除了有一个神经刀 他有个神经刀 就是左右再加一个像是剪刀似的一个十字斩 就除了这刀是有点非常难躲 其实我觉得设计的大开大合还挺好的 但二阶段一旦就是加入大量那种光 他每一刀 那个米凯拉克旁边放那个光的特效 你看不到他在干什么 你看不到他的一个招式具体是怎么变化的 对 而且你进二阶段 你要去背板他这些招你去找对策 你的成本是很高的 因为你还要再打一阶段 而且其实他这个boss 因为我之前去试的时候 我打的时候 他其实这个boss鼓励你弹反 他特别鼓励你弹反 你纯弹反打的话是比翻滚要简单的 他很多招你很难翻滚的 很难翻滚的 但是问题就出在什么呢 就是以前的魂他做boss 就是比如说这个怪或者这个boss 他鼓励你弹反 那一定是这个怪的招 百分之七八十可能都是可以弹的 对黑骨他会让你 对他会让你充分的进入一个 弹反的节奏和打法里面去 但是拉弹不是 拉弹只有第一阶段是弹反的节奏 然后当进了第二阶段之后 你会发现 你要从他无数个不能弹反的招里面 去找那一两下你能弹的点去弹的 就变成这样了 就很难弹 因为有可能你打了半天 他都没有出你可以弹的那一下 就全是AOE 而且他弹反是一个高风险 高风险的一个动作 你一旦弹不好 你可能前面半天的努力 直接全部木搭 就没了 弹反还是比较好 不能让你进入一个 对他二阶段不会让你进入一个弹反的节奏里面 它是乱的 但其他其实还有设计的 我觉得其实DLC有设计比较亮眼的几个Boss 比如说颠火 颠火之王 颠火之王 对 对 他招式其实还是挺能看清的 对 一板一眼 然后一板一眼 然后他加上他BGM也很加分 你就感觉跟这个人在共舞这种感觉 对 就是老头空地的Boss战 永远就是设计水平是在线的 对 对 我觉得设计的 设计的我觉得最好的三个Boss 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颠火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双月骑士 双月骑士 他其实是他这个思路不是让你滚着打的 是让你拉扯着打的 你往后跑 他反而看不着你 你不要去滚他 确实是 对 让他自己跳舞去 对 你防到最后那一下你再反击 对 他也是一板一眼的 然后第三个设计的好的就是那个 就是长得跟一个大蜈蚣似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一个女 一个女的 花蕾生女 那个也是 所有的招都能滚 一板一眼的 非常舒服 我这边其实还可以再加个梅森墨 我觉得梅森墨设计其实也还可以 你说到梅森墨 为什么我觉得梅森墨 他有一点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他的那个 他的有些招式呢 他给 他特意设计过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到他的攻击的那个手和那个毛 掀过来 到你脸上了 但是判定是比模型要慢的 你明明看到那个东西已经穿过去你了 但是你那时候滚 你还是撞上去了 他的判定比模型要厚到 就特别影响你的翻滚手感 我适应了好几次才 你不能滚早了 你要稍微晚一点滚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有一点恶意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对 其实也能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相对来说 其他几个boss来说 就是更贵物的那几个 但是很多招式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好 对对对 你就是很符合你直觉的 对对对 那种 boss 其实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剧情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 剧情 剧情得 在我这边是得分开来说 首先是主线 我对主线的评价 就是完全他把本体 本体我们主线他最大的一个爆点 直接就爆了 就是说他最后的boss 就是拉塔和米凯拉 因为他整个DLC 他的一个吸引你的地方 玩他的一个剧情 就是说本片中出现最少的米凯拉 他究竟要在幽影之地要干什么 然后之前预告片也各种说 要找一个王 这个神王体系 他米凯拉是一个神人 他要找一个王 就是说本片中 米凯拉他关系最大的两个人是谁 一个是马莲尼亚他妹妹 是不是 还有一个 其实是咱们在 那个叫索尔城 是叫索尔城吗 就是还有地下那个大神根 你能看到几个白灵在说话 那个白灵的台词 其实表现了是 当时大概台词是说 希望米凯拉 希望他这个哥哥 就是葛德文 大公子 希望他能正确的死去 大概就是围绕这两个人物 米凯拉 就是马莲尼亚和葛德文 这两个人物 所以大师当时很多人也都推测 因为我们都知道 老贼他擅长的碎片化叙事 碎片化叙事他好在哪里 就是说有些东西 你是可以通过这些剧情的 大概的一个关系 能推测出一些剧情 能够脑补出去 然后我们就很期待 这个DLC说 他有些内容可以补充到 就是说我们之前拼到的 这些碎片 能不能给DLC这个碎片拼上 但问题就是 没人感觉 他直接给推翻了 对 米凯拉和拉塔恩这两个角色 在本体几乎没有任何的 就是说关联或者是暗示 我是个人没找到 对 就是从自2022年发售以来 两年间 甚至就整个玩家社区都没有 就没有找到的这种 对 他硬是在DLC加入了红狮子 加入了 就是硬加入了几个 所谓的细节 所谓的设定 说原来米凯拉是和拉塔恩是约定之王 就怎么怎么 就感觉是 没有想到就打了很多 以前这个 剧情上补丁 对 这就是让你这个所谓的 大家说以前说喜欢 有的人喜欢这个魂的剧情 就是因为他很多碎片化的东西 你能够补上 你能够理解 但这个东西就是 你并没有把你所谓的碎片化叙事的一个优秀的东西体现出来 反而是 他直接变了 他给你变了 把你就是说把你这些碎片全扔掉 我自己又重新打碎了几个碎片 给你几个碎片 让你自己重新剧 对 就这种 我其实是挺恶心的 说实话 就是如果说的极端一点 挺恶心的 我没想到你也是个环学家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认真玩了 然后多玩几周梦 稍微看一看 就是大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 对 就是当时就是真的 真的没想到 就感觉打了很多人的脸 我觉得挺合理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做环学家 这我其实就要反过你了 就是环学家 就是说我刚才说本体剧情 它很烂就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环的一些在支线内容上 在一些其他角色 马丽卡或者是无上意志 是指头之母这几个线 我觉得它是回应了一些魂学家 所以说对这些剧情 它有一些意思的点 它是回应的 我觉得它做得非常好 就我主要就是 可能就是关于这个什么 米卡拉跟拉塔恩的时候 老贼当时没看贴吧 你知道吧 我反而就是觉得老贼是什么样的事呢 就是他这两年逛社区 他逛看就有人猜米卡拉和葛德温 和其他的角色 就没有人说 他看这么多没有提到米卡拉和拉塔 那我不如就把他俩拉一起给你们一眼 这就有这种感觉 完全没想到 硬拗是吧 就为了让你意外而意外 硬找一个没热度的讨论 然后很正常 很正常 你想想他作为一个作者 或者说他作为一个故事的书写者 他看了半天 我结局让你们猜到了 那我还写个基本 我写不写了 对 那问题就是 你这么做的效果 就目前来看确实是不太好 没什么道理 很多人吐槽 他觉得好就行 他觉得好就行 确实很多人吐槽 对 就简直说女武神 现在成整个游戏最大小丑 工具人吗 对 然后反而是 蒙哥 大家DLC出钱 骂是什么 那个男童 喜欢小男娘 现在直接就是人设一变 忠心卫国了 没错 说回我刚才觉得就是设计比较好的剧情 就是说米凯拉这条 不是 玛丽卡 玛丽卡这条线 就是你们在那个乌者村 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吗 就是在 在那个 不是他的老家吗 对 就是那个地方我觉得设计就非常好 就没有什么过多的东西 就一个小黄金树的祷告 配上一个 玛丽卡的 就是他的头发 就是断发 在你树下剪 通过简单的文字 他就是能给你体现出 再加上玛尼村 就制狐 他里面这个狐 他里面 你们看 在狐那个监牢里有 那个大肉球 老白应该是打的 我刚看到了 对 那个东西 那个人 他其实是 就是玛丽卡的族人 就是他那个西人 在这个游泳之地 叫做乌者 这以下剧情 就是大概是这个 就是可能还是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还原家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但是我觉得大差不差 没事 我是对剧情 不是特别理解的 但是就这个怪 我记忆特深刻 因为我被他推下去好几次 这个他是 他就是被那个狗人 这个DLC里那个狗人 就是说被火烧了 被梅森木火烧的那一批 然后有一个NPC 还就叫做狗民 他还骂玛丽卡背叛 怎么怎么样的 他们说之前这帮狗人 是统治算是说 这个游泳之地的一个原住民 然后西人 就是玛丽卡 他们这组污者 就是在游泳之地 算是一个外来的 然后这个种族 他们就有一种非常原始的 那种有活迹 他们有活迹的这种习惯 他们认为 这个玛丽卡西人 他们一族就是天生有原罪 因为你们是外来者 天生有原罪 天生就是罪人 那么我们狗人的习俗里面认为 你看在波尼村旁边有个红灵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狗人认为 他们把他们剁碎 整成那种不仁不鬼的样子 其实是为了拯救他们 是洗刷你的罪恶 但是但凡有点文明的人 都不能这么觉得 对 就基本上整个玛丽卡的族人 都被涂涂光了 这个好像疾风华莱士那边 已经做视频了 说了 他们是 为什么发售日是中夏节 好像是跟之前他们 这个也是有点关系 邪教传统有关 对 他们这个绞人就是代表 以前那种原始 比较原始的那种 邪教 也不能说邪教 他们就保持那种非常原始的 活人献祭那种 对 他们都是排斥外来者 对 他们都是排斥外来者 然后跟那个沟火旁边跳舞 跟那个风车还跳舞 还是跟沟火跳舞 忘了 对 那个狩猎神皮的 然后玛丽卡在 就是因为自己的家族人都被涂涂光之后 你可以看到那几个指头遗迹 在那个乌者村后面有一个指头遗迹 可以说是他被选为了神人 从一个所谓原先可能是比较天真的一个村姑 然后被选为这么一个神人 然后为自己的族人所复仇 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 那我觉得这个 他并没有说 像我这样说 比较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文字 他就是通过简单的文字叙述 通过这种场景 通过几个白领的简短的几句话 你就能让你了解整个故事 对 那这个我觉得设计就非常好 对 随便画虚视的魅力 对 那么说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多设计一种这种 就是能让你感觉到他在表达什么 而且你也能很好能感觉到 有那种拼碎片的感觉 尤其是我个人的分享我一个个人点 就是我大概是在游戏后期 就是打完十个九个追忆boss之后 我才去的乌者村 当我到那个地方 就是想起他那个弦乐 是那个法环主题曲 非常慢的一个变奏 对 再加上整个游泳之地也很阴间 但唯有那一个地方是非常 特别美 而且特别美 对 就真的到那块我又有一种 想哭的宠能 就情绪非常的 那种感觉 冷静 然后你在地上捡到小黄金树 那个祷告 还有玛丽卡 他那个文字叙述说 这是没有律法 仅存温柔的黄金 你看到这个其实真的就是 他想把玛丽卡这个女性角色 我觉得速度是非常好 对 他其实是有这种人物速度能力 或者说他擅长的 就是这种人物速度能力 比如说魂1的索哥 就非常经典 太阳骑士形象 太阳骑士 对 对 但是他相反 你再看他的主线设计 我其实怀疑 FS社里面有红狮子 有红狮子骑士 有红狮子粉丝 是吧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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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拉盘过进去 不是 你确定你是没 都找完这个信息 没有说明白这件事吗 还是说的太硬了 让你觉得没什么道理 你看我平时也会看一些 就是所谓的环球家 有一些视频 分析的 那 就是至少在我了解 就是聊环球这个圈子里面 很少或者几乎就没有人会认为 米凯拉和拉塔恩 他俩其实是一对神和王 对 没有人觉得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 都是在DLC补充的 DLC补充 告诉你 有个红狮子骑士 告诉你 这个米凯拉和拉塔恩 他俩有什么什么约定 然后到最后 你打完这个最终BOSS 跳一段CG 那说明 这个米凯拉 为什么喜欢这个拉塔恩 是因为他 他个个很温柔 还很强大 他很强大 然后相反 他们神人双子 就是说米凯拉和马列尼亚 从小身体都有点缺陷 就是这么一个反 他都是在DLC打补丁 打设定 强行让你觉得 这一对好像是有那么点意思 但是你在之前的本体 大家在本体的探索中 对 没有设计感 都没有 对吧 都没有 没有设计感 对 就是我对他剧情的一个整体印象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DLC加本体 是不是算是圆满了吗 这个剧情 起码完结了 起码完结了 起码完结 行 DLC不是说 他确实是补充了本体的一些坑 所以说一些坑 我觉得这一点 他其实做的比以前的魂的DLC好 以前魂DLC给我一种说什么 本体挖了10个坑 DLC添了两三个 然后他又挖了10个 是 对 这个 魂金书游影虽然说 它其他部分 我觉得设计有些问题 但是在补充 就是在补充 在填人本体的坑 剧情的坑的时候 我觉得他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说 他添的可能不怎么样 但起码他添了 这是我对他剧情的一个整体的印象 那你觉得支线呢 支线我觉得是大进步 我真的非常 真的真的很喜欢这个 他这个支线 因为他把这个视角缩小了 就是围绕米凯拉 米凯拉就是几个米卫兵 对几个手线 米卫兵 他几个追随者 都围绕这一件事 本体给我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说 还是因为DLC和本体要对比 本体就是说 各有各的线 所以你会觉得比较分散 就是这个人 他有他的视力的故事 那个人有他的视力的故事 因为结局多 对 DLC就 这种感觉 我觉得更喜欢 可能是我个人更喜欢 这种DLC感觉 大家为了同一个事件 就是整体的 大家都被同一个命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都和这个事有关 那你就是 显得更紧 凑了一些 对 那我能问一句吗 就躺来地下 吟叫的那个人 最后是什么剧情了 这个是我 对 这个爱贡 这个角色 是由街角 他是你在打那个龙的时候 他会三番五次出现 大概两三次 他是一个什么 里面有个boss叫狂龙贝勒 这个爱贡是个龙战士 他打他没打过 我看着好多NPC都在说贝勒的事 对 然后这个爱贡就是说被打 打的基本上就四肢都断了 然后对 但是他看到你涂了龙的一个行为 他又燃起了自己的信息 他最后就是嘶吼着 给你那个他的召唤 他的手指 你可以在贝勒的boss战召唤的 而且这个大哥 我觉得设计非常好 就是说他在战斗中那种嘶吼 再加上 他战胜了自己的恐惧 对 再加上贝勒这场boss战的视觉效果 也非常不错 那种真是给你打 就是给我个人 至少我个人是打得非常然 这场boss战 是非常牛逼 你感觉不像在那个地下 在打架一样 但是我得吐槽一点 但是我得吐槽一点 为什么只能锁头 因为只有风暴才能击倒大树 这个我必须吐槽 我不想锁头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锁头 你明明让我锁屁股 这个boss会好打很多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锁头 这个我觉得又是 这个DLC设计一个事 他就是有时候太想让你 他默认你用那个武器 叫猎龙大刀 对 小龙剑一个战技 他那个战技就是说 你能跳下来 然后嘎锁头 他那个战技就是自动锁头 就是往下劈的一刀 其实 但是我就不想用 我用试战就还给他滑了 这就是他设计有问题了 你看你之前打大蛇 你之前或者是打 之前军人王游母 他都会给你一个武器 没有任何属性要求 放在boss战门口前 你知道这boss战就得用他 或者说你用他就是 那恶魂天上那条鱼 他也是直接给的吗 能在boss战捡到 我觉得是能在那个 是boss战捡的吗 我记得是 就是那个 但他也会有相关的提示 有戒严那种 不是人这也有提示 武器里上写的 对龙特攻 那你是在 这个人怎么洗的那么硬 不是 我不是在洗 我不是在洗 我说我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不是武器哪个好用 或者说他有没有提示 说这是他的弱点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在于 我能不能 我如果不想用 但是我还要锁头 就导致我别的武器特别难用 几乎没法用 我最开始也没用 这把刀 我打得非常难受 我一开始也不是用的 最后我是无锁定 然后拿那个湿山血海 给他划了死的 打着老难受了 我不想用那个武器 我就想用这个 你非要让我锁头 我就锁个屁股的 对吧 你就比如说 这个武器 我打头是有加成的 然后你让我锁头 行 那我不锁头 我锁个屁股 我拿没有加成的去打 行不行 对吧 他非要让我锁头 所以我就特别反感 这个东西 不是 这DLC 不是这DLC 从头到尾 不是都是在骂你轴吗 他哪点不知道 他骂你轴 最后我是无锁打的 这不就无锁打什么 还是你轴 还是你轴 还是能切换姿态的 不是 我觉得这真不是 轴不轴的问题 这个就是 他引导没设计好 是 他要也扔到死房门口 你就明白了 对啊 我觉得就是 你不用不是也能打 你不用也能打 什么要引导 不引导 你就让我锁屁股 你就让我锁屁股不就完了 对啊 我就要个锁屁股 想怎么打怎么打 他就不让你好好打 我觉得挺好的呀 那以前不是也有这种风暴击倒大树吗 我就想要锁屁股主要是 没毛病 其他咱们在直线 其实直线我看就是这个人 就是说你召唤说他能拉那个大弓 他这个很明显就是借鉴了那个 应该叫白鲸记 白鲸记里边那个鸭哈山长 打那个鲸鱼和那个白鲸之间搏斗 而且他那个 等会等会 你们打的时候那NPC都动了吗 动啊 我打的时候NPC都傻站着 一动也不动 对 恶于说了 他就不动 我拿这个弓 站着 我操在那看 对 卡了 是有这个问题 他那个射弓我觉得还挺强的 就是 就 就直接把那个贝勒打出一个处决了 对 薛刃好像是挺高的 你这玩法不够浑 还是得让他卡住 还是得让他卡在那 其实我觉得对 就是这个人物确实素道特别好 就是因为其实他一开始 就是你能看出来 就是他的伤其实是老伤 他已经经历了 就是他变残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包括你在看他身上的泥土 就其实感觉出来 他流浪了很长时间 但是他为什么还 他为什么还在嘶吼呢 因为他一直没有战胜 他对这个事情的恐惧感 他害怕狂龙了 但是最后因为他看到你战胜了龙之后 他又 他渐渐的他要说服自己 说我一定要找回以前那个 什么都不怕的我 然后最后他找到了那个 他最后他找到了勇气 战胜了自己 所以他这个人物 我觉得塑造的 我觉得塑造特 不能说宝满 是非常棒其实 对 在他身上能看见我的影子 对 就是这一点就特别像 特别像玩家 就是我 比如说我能打个boss 我刚开始特害怕 但是我随着打 随着打 我慢慢的 我发现我可以战胜他 对 没错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影子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那个角色 对 就这一点他塑造的特别好 然后其他几个角色 其实爱贡这条线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还有其他主线那几个红十字 还有米卫别 金针骑士 丁针骑士 然后还有绞人 以及还有那个叫打拳的那个 有个打拳那个叫落叶丹恩 对 不说话的那个 不说话老哥 这几个尤其你能还有一个老兵 那个鲜血叫什么 就是血王手底下的那个 他最后好像是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士的那种感觉 对 老兵这个人其实我觉得设计挺好 就是FS他对于这种老兵设计的都非常好 他最开始跟你说自己又害怕 就是当时那个大罗文破碎了 魅惑的效果没了 跟你说害怕怎么怎么地的 要跑 但实际上还是在调查自己以前侍奉的蒙革君主 他怎么会尸体会不见了 一点一点找出真相 最后和玩家妥协 当时特别有意思 当时老兵他在说说这个蒙革被害掉的时候 被神秘人害掉的时候 其实玩家是 我当时是有点心虚 因为杀掉蒙革的是玩家 对 其实当时是有点心虚 然后老兵这个角色从 就一点一点的伴随他 你会最后发现 哪怕他理解知道是你 他最后知道你杀了蒙革 他杀了他之前的主人 但他为了对抗米凯拉 为了维护一个自己过去主人 不被尸体亵渎 他的尸体被亵渎了 他尸体就是在最后变成了拉坦 就是你最终豹子打拉坦 还是虽然说他也是克制了自己的一个恐惧 像米凯拉最后进行了一个战斗 这个NPC设计的我觉得也非常棒 对你包括他之前还不是在图书馆的那个地方 不是还帮助了红狮子 但其实他两个人是敌对的 对 对我就觉得这个角色塑造的不错 就是他不会因为你站在哪一方 而对你有偏见 是 而且你知道做这些NPC的直线 他会有一个积累 你会慢慢熟悉他们的一个思想 在那场最终BOSS战之前 有一个NPC的一个车轮战 一个大混战算是 那个配上各个NPC之间的台词 你真的就是打出那种 每个人带有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信仰和想法 这个桥段设计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 我觉得是魂或者是环的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 对 因为你很少 其实能再还这种 看到打群战这种 非常有说约气势的这种 几个NPC之间来回打 但这一场章 确实给我打出了一种 就是说我在战争 然后几个人怀出来不同的理想 然后进行一场混战 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信念 对 而且红狮子 当然我还是 虽然说红狮子这个人 设计的有点颠 这个角色 他觉得 但是他的一些台词 我觉得真是设计的非常好 他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战士 他就是一个非常单纯 就想战斗 战斗爽 对 一切都为了红狮子 一切都为了战斗 总的来说 我还觉得 DLC的支线设计 设计是真挺不错 在我这里 对 很精致 很精致 其实我在想聊的就是他这个相亭设计 他的一个地图设计 这是我个人觉得是这DLC里面最能打动我的一点 就是说我为什么整体对DLC评价很高 可能和大部分玩家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地图设计 我直接先下一个暴论 就是整个幽影 黄金树幽影 这个DLC的地图设计 在我眼里是至少能和魂一 平起平坐 甚至是超越 那么你说的这个地方一定是幽影城 不可能有别的地方了吧 对吧 别的地方也有 对 就是幽影城 这个主要是最大的核心 这个幽影城的地方 对 当然这个DLC地图设计也有一些不足 你比如说那个NC4就是双越那个城 你基本上只有一种走法吧 一到两种 那个有点太简单了 双越太简单了 算是一本道 对 设计有点简单 但是这些所有的其他小城设计的简陋 全都在幽影城 这个地方全补回来了 是被掩盖了 对是掩盖了 可能就是用心开始设计的就是幽影城 对 后面再填就没什么心思了 这个地方就是让我觉得 它是一种对FS 它自己的一个突破和挑战 它不仅做到了 它单个箱顶做的非常棒 它一共有七层 就是地上一共有七层 然后还有那个阁楼类的 你可以走那个房眼上那种感觉 就类似于图书馆吗 对 对图书馆 然后它还有地下的内容 对 然后这只是它作为一个相亭的一个复杂程度 它的一个纵身设计非常惊人 它在作为一个整个DLC大区域的连通 它也是一个交通枢纽 对 它连通着五个地方 对吧 对 而且它有五六个成本 我最开始 我是倒着打那个河马 黄金河马的 对 你是从教区那边进来的吗 对教区那边进来的 我倒着打的 对 非常经验 这个游泳城的设计 你往下可以通到底下的那个电火那个地方 然后后面可以通到打那个山猪骑士 然后通过隐藏道路可以去右上角 然后左边可以去那个遗迹 劳福遗迹吧 应该是 对 然后下面还正路接着它那个高原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太惊讶了 真的是 而且说完它这个最重要的这个DLC最重要的这个城之后 它其他的部分其实也有很多连通的 它通过那种开放世界的像是桥 它是那种像是墓碑 墓碑做成的一个像台阶似的 对 就是从 能从高处跳下来 一步一步跳下来那种 它又设计了大概 我看到地图就看 然后都有四五处这样 好多好多好多 对对对 就整个它就是 甚至我感觉它做这个DLC 不是按照本体那种本体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有点平直剧了 平对对 它在这个DLC里真的就是说 按照相庭来做的 我大概查了一下 这个DLC那个地图是有四层的 就这种纵身设计 九曲十八卦这种感觉 真的是让我非常着迷 有的时候说我可以一定程度上原谅 它这个地图设计奖励的固族 对有点空 我可以一定程度上原谅 就是因为你本身探索这个DLC这个地图 它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就是跑路的过程对吧 对 探索的路程上 想着你从左上角走 走着走着 你不知道绕到哪个目的了 一出来你发现是右下角 原来是这 对这种感觉相当棒 它其实还是地标少 说实话 就是你按原来它本体的那个 确实是塞了很多这种 你可探索的这种小相亭 标志性的建设 对 但是它现在其实你整体大电大地图的连接上 它还是有这个自己自身的一些突破设计的 对 说到这问题是 你看比如说下面的那个蓝色花海和和那个红色花海那些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的那个连通设计做的也很不错 它很多地方是通过那个大棺材可以跳下去的 对吧 但是问题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感觉还是就是有点太空了 就是你把连通做了 但是你没有标志性的东西在那立上 立上 对 你这样会让以前这种贴边的这种找东西的人感觉没什么东西 没什么 溜边走 溜边走 看地图全貌 看边上都有什么标志性的地标什么的 但这次就非常少 就而且地图边界还挺黑的 有时候那整体的颜色对就比较暗 有个地方是真的黑 我还都点着灯 黄暗色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全程都带那个灯 嗯 也找不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是转了一圈 其实就是为了那几个优影碎片 也可得劲找 但是找到了也没什么东西 反正是就很难受 对 嗯 但不是说大地图就不好啊 大地图这个连通 对 它地图设计没问题 对 来回绕来绕去 确实好多路好走 就是它还是大地图还是做了的 嗯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除了地图部分 可以聊聊这个美术 是吧 我觉得还有音乐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这个音乐挺棒的 对 音乐是真的棒 它相对于本体来说 本体就是量太大了 量太大了 它那些歌曲会有一些 你会觉得没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 或者怎么着 但这次DLC浓缩之后 它有很多东西就非常有效 对 比如说武师 武师那个就相当有记忆点了 我觉得记忆相当深刻 他就是把那种真的就是感觉在开庆典 那个街上 游街上 那个武师来回跳那种感觉 那种喜性的感觉 但同时他又加入了那种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boss 个人的一种压迫感 他说你说这个音乐背后那种人声 就是那种男生会那种像呼呼那种喊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使得他这个音乐设计的非常的 怎么说有特点 会让你一下就记住这种感觉 确实 双眼骑士我是真记住了 对 听了六个小时的胸弯 我操 双眼骑士这个音乐还插入了他那个本体 那个叫满月女王 那个 BGM会有缠进去 就是相似的一个曲调 就是非常有设计感 他这些音乐 还有颠火之王 颠火之王 他那个音乐是 在跳那个下水道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难的跳跳乐 颠火跳跳乐那块 不过有一个商人 那个有那叫流浪民族 一直在拉那个音 就拿那个指纹顿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他拉那个音 那个音乐 他把这段音乐 他把这段音乐也做进 颠火之王那段 然后做了一个变调 就这种充满着设计感的音乐 我觉得是非常 我听到这些地方是非常开心 轩悦 轩悦真是全能小王子 耳楼好 眼力好 操作好 是吧 我反正有时候一打起来 是真不关心音乐 我个人就是打完一款游戏 就是说喜欢去听听 他的一个原声带 就是会专门去听一听 没事走路的时候 你适合录音乐节目 行 夸也夸了 骂也骂了 咱们聊聊这个争议性话题 还前面还有要补充的吗 差不多就这些 这些吧 咱们聊聊争议性话题 其实 我有一种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本 这个DLC 我是打了好几天以后 我特别想找一些这种 这种 什么这种翻滚的 这种打法的这种视频 但我很难搜到 我基本看到的全是陶客视频 陶客 因为它数值问题 它导致好多人 它不想再 就肯定它 就那个难度 好多玩家的 付出的总力 就是这种 up主 或者说什么 YouTuber 都在做一些 爱人论法皇 DLC最强武器 完全可以站着轮椅 就是这种标题 我操 其实你这个问题 它本体就有 它不是DLC才有 对 可能本体接触了 把这个放大了 放大了 DLC因为它这个数值 进一步的 就是所谓的膨胀 难度进一步升高 所以大家更需要 这种所谓的无敌 所谓的最强这种轮椅 来释放一下 自己被压抑的那种 情绪 我曾经以为 所有人都会有 跟我有一样体验 就是当我第一次玩法皇 4级打过了恶罩的时候 我就明白这个游戏 可能等级并不重要 而是在于 自己的心态跟操作 其实DLC也是 但是DLC的难度太大了 我心态绷不住了 到达一个玩家 大部分 大部分玩家的一个预指 它有点超过了 但我觉得我这次仍然是长大了 因为我看清楚了一些 自己走不出来的这种迷宫 现在完全都分开了 包括我现在尝试新的武器 吃面包 对 包括我现在尝试新的武器 接受程度高了 对吧 会学会换一些武器 然后想想怎么配 我觉得这本身游戏 应该有的带给我的东西 我之前确实没体会到 是我自己太关门了 对 其实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思路 但是也不能说 拒绝 对 不能太轴 就是你可以增加自己的收益 但是你可以不用轮椅 你也可以不摇人 但你不能拿个 特别不好用的武器 跟那死磕 对 对吧 对 自寻死路 强行给自己提升难度 没必要 好像自己是谁是吧 确实有 确实有一级通关DLC的 确实有人一加零的 就总有大佬 但是那种玩家说实在的太少了 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游戏不可能只给他们做 对 不应该拿这个游戏 把它强制安成自己是天选之子 对 你不能说有这么一帮大佬存在 你的那些设计不合理处 就能变得合理 它依然对于大部分人家来说 它就是一个不可 它是不好的体验 它是不好的体验 那我问问你们 你们觉得滚滚滚 现在 或者说这种 也不是说非得滚滚滚 对于你们来说 假如说 难度有一定的这种boss难度 你们觉得选哪些武器 感觉稍微舒服一点 我个人想 轻武器 轻武器 因为它容错比较高 因为你触手快 收招快 然后配合它 那个护服什么 你装备越轻 你的伤害越高 那个是吧 那没有 那个没必要 那是除垃圾 它主要是DLC的 它主要是DLC新家的武器 它的薛认能力比较强 所以你用出手快的武器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 是比本体那些重武器要厉害的 但是我其实没明白 你到底什么意思 问这个东西 不是我就想 就问问你们 你们现在觉得心里哪个武器 觉得在这个DLC里边 现在用着哪几套武器 就是用着比较舒服的 自己喜欢的 因为我比较 因为我的思维比较传统一些 我还是比较喜欢 就是躲跑滚的时候 然后找到机会去打你 所以我会选择一些 单发收益比较高的武器 然后如果要是风险再低一点 那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用的 就是那个轻大剑 带那个突刺技能 或者是大太刀 然后反正这两个都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带突刺 包括之前在群里说的 那个侍女加侍 那个也非常的好用 那个是你既能平坎 又可以突刺 就是对按我的思路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武器是比较适合我的 然后我也觉得会是比较 会是比较好用的 对 你鳄鱼没有特别喜欢的吗 是你家是我想的一个 我后面换的是反手剑 和那个红熊的拳套 这么轻 但是就是不是特别逃克 就不是那种逃克武器 但是玩起来很比较舒服 我们肯定不会去考虑逃克武器的 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这种轴的思路 对对 就是可以降低难度 增加我们的武器收益 但你说要是摇人 或者拿个什么伤害巨高 一下大半管子的那种东西去玩 那应该不会 没啥意思 对不起 那轩跃呢 我全程就是拿 用那个跳皮打的时候 碎性大剑 我当时其实就是想着 因为我之前看剧透了 我就是想用他的武器 那你这个双持特大跳皮 不会收招慢容易被打吗 大部分就是说 如果他任性比较低的那种人性怪 或者说一些怪 就是我基本上跳皮 他就还不了手了 对 但是有很多boss 他那个 任性高的话 对 就提到那个角骑士 角骑士他不就是任性比较高 但是角骑士他说 他你跳皮 你是有个低身位的 他很多招式 他打不着我这个低身位 我发现这个点 我是跳完劈他一下子 然后他继续舞 但是他那些招式都打不到我 原来是这个 他不就一个飞脚踢不到你吗 他下砸也打不到吗 不是 除了这几个 他有像是那种大风车 就来回转的那几个 都打不到 如果你处于低身位 还有这个问题 这个boss我打 这个精英怪我打着 其实还挺帅的 就他很多技能打不到我 我只要注意 有一个踢腿 有一个虾皮那几个 而且这几个相对前腰比较大 就是相对比较好看 老白你是喜欢用平坎 还是不喜欢用平坎 我现在都行 不是 你肯定有一个侧重点 你肯定有一个侧重点 侧重点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你的思路 其实都差不多 只要是我能滚开 然后打一下就行 就是这么感觉 我特别推荐你玩大太刀 然后战徽用突刺 就是往前处一下 巨远 而且薛认特别猛 是吗 怎么又换了 之前不是说用双 双轻大剑吗 什么呀 我用 因为我会穿插平坎 你如果不喜欢用平坎的话 你就喜欢那种单发收益高的话 你就用大太刀的刺 刺 特远 对 又远薛认又高 又换了 因为我都换着用了 我大概知道 我没锻造石了 哥 我换不了了 那你是之前用的 就是用的我之前推荐的 是女剑加 对双一叶的那把武器 那个突刺也行 但就是比大太刀要短一点 你看又短了 行了 不是 但是它比大太刀快一点 都行 我现在就是 玩明白了 什么都能用 就只要你让我躲一下 我能反击 我都能接受 说这个反击 其实我挺推荐 大家玩那个叫什么 就是打完第一个 那个柳条人 他掉那个 弹反应路低 应该叫那个 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 对 就是说 就跟只狼一样 就是说 他在砍你的前 砍你前一瞬间 也没那么严 就是说 你按下防御剑 0.5秒以内 他打到你 所有的 就是物理伤害 能全部减免 然后法术 其他属性的伤害 减免75% 然后你的防御反击 就是说 防御反击 能提升60%的伤害 那你防御的时候 你防御的时候 注意你血条 不是 你防御的时候 注意你血条上面了吗 这什么 就是 就是你防御的时候 你血条上面 有个buff吗 我具体没看 但是他的效果是这样 那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可以弹反双月的 那个是不是用的 就是这个 不不不 应该不是 那个就是小元盾 那可能是小元盾 就是小元盾 他左手拿没拿盾 你说那是弹反反 那是正常弹反 或者是卡利亚凤环 对 比较好用 而且那个弹反 其实是比较 收益比较 就是风险比较大 而且有一定操作难度 这个我觉得就和只狼 那种感觉 那卡的很准 而只狼这个 不是 只狼这个 就是这个陆地 你防御之后有0.5秒 这个时间其实是挺长的了 0.5秒 只要这个攻击砍到你的话 龙错率挺高的 基本上可以减免很大的时候 然后你再绑完 它全部一套 你去打一个防御反击 伤害挺好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 挺好玩的 这个设计 这个D路的设计挺不错的 然后而且很适应 打这种DLC 很多这种疯狗boss 就是一下砍七八刀这种 多动正 那说到刚才提到的 就那个火焰柳条人 对吧 你们觉得这个怪 你们觉得这个怪设计的 你们觉得这个怪设计的怎么样 我打两次 前两次还挺有意思 我打第三次就不想打 太多了 我打第一次就觉得没有意思 你还觉得打两次 不是 我觉得我碰到那火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 就是往下扔火球了 开始 对50来个 对对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往下扔火球 就是让你提 你要是如果能打出处决来 起码跑 你不是 如果你可以打出那个 就是让他那个 单气跪地的话 你是可以断掉他的 不是 问题是 问题是跑过去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跑到他脚下 那50个火球就过来了 那你只能起码赶紧全给躲开 不是 他用这个火球的时候 他身上会有那种 像旋转的那个特效吗 就是有那个这种形 但你要让他放出来了 你就得起码赶紧跑 赶紧跑 对 你就跟他绕弯 然后你就赶紧得到他这个脚下 但说实话 然后很无聊 因为就是修脚 左脚修一次 右脚修一次 然后再换左脚修一次 不用 你去修一个就行 带着一个修就行 对 带着一个修就够 还有CD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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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你如果你先修左脚 然后你修完左脚之后 你是左脚打出来的 你再修左脚 你修左脚的前面几次是没有学认的 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你没有用魔法 乡下人 我用了狮子铲 我用狮子铲批的 乡下人 如果你用魔法的话 他只能剁一次脚 他再也起不来了 我跟你讲 我的智力只有9 对不起 笑下人 是这样的 行 玩物理的是这样的 我是左脚批四下 右脚批四下 再换左脚 再可太麻烦了 基本上 对 数四拍 打完第一个 我就不想再打第二个了 所以我再塞了几个 六个吧 是不是六个 他是不是那个幽影城里也有一个 反正好几个 挺多的 你就看哪块地图空 他就往里面给你塞一个 不是龙 就是巨人 对 还真是 对 而且有两个是 而且有两个是 你不能修脚 你必须得扔虎下 砸虎 我能多问一句吗 就是 有一个那个地方 就是跟那猴子 拿一双刃 就是双 双环似的 来回转的那个 那个本体里边 原来有这个怪吗 没有 没有 我说 那环你也能剪 但那不是一个小怪吗 小怪怎么了 小怪他的武器 你不能用吗 我就觉得 老狠 那个跟我戏耍的 那你好几个呢 我跟你说 这个怪的思路 跟双月是一样的 你不要滚 你拉开距离 你让他先出一套 你就跑 你拉开 然后你再回去打 你不要想去滚他 他一直转 是 我觉得离近了 没什么好处 确实是 对 他是让你拉着打的 挺饿 有些怪确实设计的 就是像巨人这种 我觉得打的挺没意思的 还有那个龙 龙我觉得也挺 不行了 龙打一个就再也不用打 对 龙是真的太肉了 而且他会来回飞 来回飞 你还得 我打他细耍你 对 我打龙的时候 我是骑马 然后我还带了一个 当骑兵的时候 增加攻击力的护服 对 反正我也不骑马 没用 不是 为什么没用呢 你本体的时候 你起码 你那个戳 就是你重攻击 在地下拖那几下 他对龙的伤害 是会造成好几下 所以你打出 那个处决的机会要大 但是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DRC上 你起码 你按住重攻击 最多只能打两下 一下就是刺那一下 另一下就是往上捞 不好处决 对 巨傻逼 是 而且这个DRC龙 他加了个角气 就是他 震脚那一下子 他会有那个灵活的一个波 对 我每次一看他抬脚 那还挺笨的 他其实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拉塔恩那张图 那个本体拉塔恩那张图 叫什么那张 盖里德 盖里德的那样 腐败龙 腐败龙改的 但那腐败龙好像脚踏没 不带烟吧 带吗 带烟 带红色的那个 但他不会蔓延吧 就是那种 蔓延 往外走 他其实这个范围并不大 你稍微 不大 对 龙头就挺高的 是 我基本上也是试了两三把 就给 就给 修脚修死了 基本没怎么出出去 出过两次 就是 就是 太肉了 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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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他飞 你可能刚打两下 他就又 他就 他就又从这边 跑到那边去 飞就是机会 我跟你说吧 贝勒 贝勒前面那条龙 贝勒前面那条古龙 古龙是吧 贝勒前面那条古龙 是不是也不能锁屁股呀 对 他只能锁头 跟他的胸 锁头 打头 我碎星 碎星双刃一次打 能打两千 打别的地方就 一千左右吧 就 那我也是拿十人蟹 挂死的 我龙头拿十人蟹 挂死的 我现在都没打过那个 对 我跳 我建议你用十人蟹 还要给他刮死 真的 我能卡一个 握石 刮吧 这个怪特别 就是这个龙 就是他也是 他每次拍地 他会有那种雷电 然后他还特别恶心 那那是一个水池 他这个雷电 蔓延的更大 更大 你给自己上雷炕 对啊 雷炕 护肤干嘛用呢 我就换了一个 那个雷 雷加三 那个就是雷龙徽 护甲也换了 护甲换一套 你你就看他放这个的时候 你就赶紧上码 然后蹦 上码蹦 这是带有 比喻的形式的RPG 对 现在设计师 其实就是往RPG 那个方向靠 就是得找对策 对 然后上一些可能比较 比就是相对来讲 比之前要 比之前要强的东西 对 但是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巨傻逼的事 你知道吧 就是一开始打那个狮子的时候 我就他妈的上雷炕 我发现不是那么事 他你妈后面改兵了 但是 但是打拉肯恩的时候 据舒服 因为他他妈后面 就只会胜了 胜 他基本都是胜 对 胜 嗯 嗯 那我其实我 我们再回到说 这个媒体评分 到底怎么给 我就 对 对 其实 其实我觉得玩家的 很多的这个 不满 不满情绪 对 预期太高了 对 有很大关系 你想他好多媒体给的是10分吗 对吧 10分 9.5 但是对 但是我玩了之后 我觉得 他好 有好的地方 坏也有坏的地方 我觉得给10分有点 有点过分了 有优点 有缺点 你不能光把优点提出来 是吧 你缺点不提 我操 对 所以我个人打分的话 我肯定不会给到10分 而且你换句话说 如果你DLC给10分 那你本体给多少分 我反正我认为 这个综合来看 本体是比DLC肯定是要好的 那本体你难道给12分吗 你满分不就10分吗 对 我们百分之的 行 我怀疑 以后改成百分之 对 我怀疑媒体是不是就是怕低分被玩家冲呢 当时 对 当时很多人也说 就是媒体怕可能把分打低了 然后被这些混小将冲 我感觉 你打高的也要冲 但是打高了冲的人闪了 是 不是你就说很多人 他都会觉得给10分的原因 也是 就有些可能是用自己的玩法 他玩的比较舒服 是吧 对啊 因为在出之前 我们真的以为是10分 对啊 因为本体做的挺好 我们真的以为是10分 结果没想到出了之后 应该是没有10分 不得劲 所以就有点 所以就有点质疑媒体 对 对 所以这个负面情绪更多的 还是有 还有这种媒体打10分的这个东西 没事 质疑也不是一两天了 我们也是媒体 没错 那魂系未来还会不会有新作 会有什么新方向 我觉得 没事 你们先说 就是魂系的一个 他应该到 我感觉是到一个瓶颈 或者说他应该挑出一个方向 该挑一个方向 他究竟是 你究竟是为了要迎合大众 你继续去做 就是加入这种 可以调节难度设计的 然后但是你要进 但是你要抛弃 就是boss设计 就是说让他进一步的 他肯定要迎合大众 你看他卖多少份吧 不是 但是我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嘴里有实话吗 今天说我们不做魂了 明天说 老贼说我从来不玩自己的游戏 是不是 这都是他说 他嘴里有实话吗 我操 以前他还说过 就是说他每部游戏 都是他通关了之后 在发售 对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这个魂系也好 还是魂也好 我觉得他其实这种游戏 不管是魂也好 还是别的游戏 他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ARPG 对吧 你既是A 你也是ARPG 那你这个游戏 肯定就要有侧重点 你是偏A呢 你还是偏RPG呢 反正在我个人的体验来讲 我觉得魂是更偏向RPG的 对 因为不管怎么说 他都有一个骨灰 对不对 摇人 换句话说 这就是宝可梦 对吗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 就是说白了 就是以后 就是这种类型的游戏 它到底是偏动作一点 上难度一点 还是偏RPG一点 就让大家玩的更轻松一点 这是他未来要选择的 而且我个人觉得 他大概率会选择偏RPG 对 因为魂确实成功了 能卖钱 比以前的 比以前魂123卖的都好 对呀 卖的多呀 对呀 对 是 这本来就是一个破圈的年代 10个人较好 就能影响100个人 100个人再影响1000个人 是吧 那你就只要能玩下去 它就是大家喜欢的游戏 就怕他男的玩不下去的时候 大家就不爱玩 以后他也不会买这种游戏 对吧 对 所以说不管他选择哪方面 就是我还是希望他能照顾一下 就是我们不太那么依赖RPG玩家 对 就希望还是能多考虑一下 就别把门槛搞得那么高 确实是他 确实是DLC做的比本体难很多 确实是难很多 不是我就觉得你能不能把门槛别 也别调那么低 就是你好 对 就是RPG的成分 不要做的那么的轮椅 对 那么浓 太简单了 对 你真 你想逃课 那你他妈10秒钟 什么10秒钟杀boss 是吧 确实是太简单了 因为我摇了人之后 起个盾牌之后 我好像我一次两次就过了 我之前的那些对策就完全没有用了 对 你说 你说就跟那什么似的 就跟混头罗 原来混头罗第一关 你最后知道怎么打的时候 你就跟着那个屁股底下 那第一关boss 你就直接开枪就过了 一趴 那叫boss吗 对 就 还是 对 确实这部分玩家肯定会丧失这种游戏体验 但可能更多的玩家 他不在意这个游戏体验 对他们来说 玩就是他们的第一款魂 以前的魂123可能他们也没玩过 或者说也带的不到以前 不感兴趣 对 对别人来说爽就是游戏体验 对 可能对他们来说 他们心中的魂就是魂 而不是以前的魂123 也不是血缘 也不是什么恶魂 对 但是你换过头来思考一下 恶魂跟魂1也有这样的逃课玩法 比如恶魂的圆圆弯刀 是吧 你上来就能去第三张图去剪 主上是没这么极端 这个又表人有起轮 也就太极端了 没有办法 没办法 就是还是开心 就是确实有人玩的开心 这个咱也不能拦着 本身游戏这么设计的 是吧 我现在完全想过 我只是希望他能 就是尽可能的兼顾一下 因为一定就是 这种美术 这种关卡设计 这种整体设计 就这个素质的这种 这种游戏 还只有老贼能做 对 跟BOSS这种互动 博弈 我觉得也是游戏的其中魅力之一 至少目前我感觉是 只有老贼能做 所以我还是希望他能 尽可能的保留 我们以前喜欢的那些东西 尽可能的保留一下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FS你会发现 他开发作品 就是一直都是双线 或者是三线开发 他能不能就是说 你以后单门分出来一个组 他就是做那种高互动性的 我们这种老魂皮喜欢的那种 和BOSS相对可能朴实一点 不行 他那样会拆分自己的用户群体 没有公司会这么干 那你看 装甲核心 除非他一开始 就是双线发展的那种 就比如说一个公司 他有几条产品线 你像他这个就混这么 就是别管混还滑 就他混他就这么一个 他不会拆开的 不是 你看装甲核心 其实本身也有点比喻的 就是你如果换了一个 对吧 你就会打的 没这么累 说实话 我其实 其实我对装甲核心 评价并不是很高 因为我觉得 其实打起来有点各打各的 他没有交故事机上 他没什么态度 他其实就是各打各的 拼的是机体性的 我快我不能躲开 或者说我硬我就能扛过去 但装甲核心 他其实最大的魅力 还是一个 就是他 你通过不同的搭配 爽快 对 就搭配一个 你自己的机甲 然后你要看自己的 哪个部件更好用 因为他以前也大概是 这个风格 他以前也是这个风格 以前甚至没有本作 本作装甲核心 里有很多那种 BOSS战设计 就是说 以前就是更多是一种任务 就是比较短平快的 那种感觉 可是你现在玩DLC 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 对呀 所以你会发现 从环本体 AC6到DLC这三部 它其实有的是 一个味 它是一个 对 是一个拐弯 它好像是 刻意的在往哪个方向 在偏 是这种 对对 它可能就是为了 形象出来 它就是为了迎合大众 说实话 我还是说实话 如果真的是 它就是为了卖钱 对 它挑战这种东西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的 还是这个问题 嗯 嗯 就是与其让玩家 盯一下 我一刀砍死BOSS 我不如给你 琢磨琢磨换一把武器 让你杀了BOSS 更有成就 可以让你咬个人 对 对吧 甚至说四打一 因为不是有一个骨灰 可以一下咬两个人吗 对对 对 就那个约兰河 什么嘛 对对对 然后你再叫一个NPC 再加上你 你甚至可以四打一 再打不过 说过去了 无兄弟不发活 你四打一的概念 是什么概念 就是BOSS一直在那跪着 你就 它基本上动都动不了 起来就处决 起来就处决 行 给你天天拜年 行 那既然也都差不多了吧 我觉得BOSS的交互感换来的开放世界自由度 是否值得 这个我知道宣悦想怎么表达 你就直接说了 其实我感觉你 可能不太同意这样再继续设计下去 是吧 我觉得它已经到一个预级了 对 不如回到湘婷 过于到 是吧 不如回到一本道 通过玩这几作 从就这三作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本体AC6和DLC 它是一个调性 我还是希望 就是说 它已经是 你看 以前大家哪怕是本体出来的时候 哪怕是女武神 大家对其还是可以 就是说 能够接受 哪怕它有水鸟 它有那些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解决方法 但是到这个DLC 大面积的爆发这种 可以说是冲突 尤其是最终BOSS的设计 就已经说明 我感觉是 它BOSS的一个机动性 已经到玩家 或者说是到主角 就是到褪色者 对褪色者这个角色性能的一个极限了 就是如果说你接下来的作品 再这么继续 用我这个说是相对比较孱弱的人物性能 去打那些满天飞的这种东西 高强度高低能量 然后这个问题又源于就是引入开放世界 你一个难度不好把控 所以它故意的要这么设计一些 要维持难度的一些BOSS 对 那么说如果你在做一步相停 说你回归 可以说回归大概几年前的自己 再做一步相停 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好把控 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能再次体验到 说我们这种遗老 我们这种能够喜欢的那种 原汁原味 助助交换 我不能说更喜欢 就是说更有交互感的那种BOSS 对 因为你魂系的粉丝 不就是玩这些东西过来的吗 不是说我玩老头魂我才是魂的粉丝的 我是玩魂123包括血缘才是你魂系粉丝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传统魂的这些老玩家 他还是倾向这个方面的 他是倾向这个方面的 他绝对不会倾向去拿轮椅去摇骨灰的 但是我说实话 如果他再做一个老头魂本体那个水平的 我还是能接受 那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那个体验很好 因为那个体验很好 因为那个确实是 我不咬骨灰 我打的也没有那么的难 没有那么的难 对 他本体是优化了体验的 对的 本体大部分其实打着 你要用以老大 就是本体他那个难度区分度设计就很好 你要有那个金刚钻 你就懒这个瓷器活 你进骨灰 你进这那进那 你就去打 你要觉得自己就是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能力 那你要去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种 他这个本体 我觉得他的难度分级设计的就非常好 但这个DLC确实是 可以说是 就给你当头一棍你知道吧 就这种感觉 那你说这样了 假如说他未来这种设计 我打boss 我不要不选择 假如说我有一个规定特定武器 加不咬骨灰 我能给你一个更好的一种奖励机制 然后如果你咬了的话 还会能过剧情 但是给你的奖励就很普通 你觉得会好吗 那不装脚核心吗 那不是 对不起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 就是说给做成一个奖励梯度的提升 你比如说给那个 比如说如果你拿你自己想用的武器打的过了的话 我可能给你一个强化石9 但是你要是按我说的过了 我不仅给你一个9 我还给你一个10 这样做行 但如果说我 但如果说你拿我规定给你的武器 给你的东西 它不是强化石了 它是别的东西了 那就不行 那就恶心人了 那就等于是在 几乎是在强制你去用这种具 压迫性更强 对 更窄了 因为那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 我想要 是 所以他这么设计就不行了 对 我主要是想平衡一下 就是说这种逃克武器 就站那儿站桩 叔叔两下boss死 想避免这个问题 老替别人操心 避免不了 这个问题避免不了 它最核心的问题 还是能不能把控好这个难度 别让不这么玩的人 体验那么遭 那么自闭 对 特别玩家 我们更多只是说出他问题所在 我真有这个能力 给他怎么设计好 我就对我去造游戏设计师了 对 不过最困难的是 FS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 FS解决这个问题是其一 关键是没有第二家 FS现在 是对 所以大家都在追赶他 他的相亭设计 就基本上是独一 这种黑暗史诗风格 就基本上就是他独一份 所以不管说就是 不管怎么说 他下一个游戏怎么设计 你还得买 还得买 对 独一份 就说COD 是吧 该买买 该吐槽 咱还得吐槽 这次确实应该是给空心高的 就是说敲响警钟 这个DLC的 我 人家说卖这么多 还用敲响警钟 我觉得他不在乎 我觉得还是 还是没在乎 对 这件事 你看之前就说了 我们不会就是太听取玩家的意见 就是想自己 就是自己想多的游戏 对 我甚至觉得他就是 本来就是想开玩 就是说你们都想这样玩 就这样玩去吧 你们就开心就完了 他也就没想着怎么着了 就对 就没有太大心思说 对 反正就是你 就是你肯定能过 对 你自己去找路子吧 就也不会说怎么着怎么着了 我觉得 肯定是 我觉得肯定是有大数据的一些反馈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设计的 有 因为高桌木体验真的很糟糕 你想想我是五周目镜的DLC 那个体验真的太糟糕了 就都不是两刀死 它是有的敌人 一刀我就死 一刀就死 就是一丁点的容错都没有 你就是死之行闹 对 你包括就是你在那个兵营里面 你会碰到那个会朝你扔那个火 好像是火瓶子吧 你们不知道 那个我跟你说 我满血 我满血 一个瓶子就没了 脚手葛夫雷 脚手葛夫雷 我骑着马骑着好好的连马带人满血之间没了 就这个数值 都比蒙哥强 而且 而且他为了这次让大家都进DLC 他蒙哥给削弱了 因为我已经第二次进DLC了 我又打了一次蒙哥 这个蒙哥是比我之前打的那个要弱的 你怎么不自我觉着自己变强了呢 不是 真的是弱了 因为他把血量砍了 我大概一刀打他是不到2000 但是他掉的那个血块 明显就比我以前用聚合打的时候掉的那个条要长了 要长很多 他肯定是削了 他是鼓励大家进DLC的 但是没想到DLC那么难 真的真的难 行了 一年一度等待这个FS的游戏也都过去了 这样又不知道得等几年再等下一作 是吧 等一部FS游戏太难了 一年其实这两年都是一年能发售一部 乐观一点 我觉得明年应该没东西 明年TGA就得 就万一播个片呢 不会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两年一部差不多 你这个公司 要不比 快赶上御弊了 要不 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呢 我是觉得其实 FS他做魂 他的产能是完全没问题的 因为他其实好多东西 他那个引擎 他对于自己引擎的驾驭能力 包括以前老素材的重复调物 重复利用 我觉得他再做一个新的环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只是说老贼的理念 可能是不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再革新了 他想做新东西 对他想做新东西 不想做这一套的 对对按照他 所以这样的话 那可能就慢了 他就要做日时而比起 你包括 别做那么快了 别整什么年货到时候 把把都有那个废案 一大堆非暗 然后感觉后期设计的不太足 都感觉是干功 我感觉这个DLC最大的问题 也是有点干功 所以显得很 就DLC目前这个体量 我感觉他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去做 他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所以我就感觉可能 他们一开始老特花发出之后 他们没有想到做DLC 或者说没有想到那么快做DLC 他应该是后面 后面可能是上面 或者说这个 晚代 对 说希望他们做一个 他们赶出来了一个 对 因为就目前他们的制作能力 和目前的体量 就是从发售到现在 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 确实 就这样吧 玩一玩 本来是给清酒气的 也不是清酒气的 清酒也没做明白 到底应该怎么形容这个游戏 所以他也没来 他其实也是有夸的有骂的 但是他一平衡 他又不知道怎么说 对 他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游戏 他该怎么去聊 所以也挺遗憾的 今天少了一个魂王 究极魂批 这么暗无辱人词 行吧 那咱们本期节目也差不多了 就到这吧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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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嗯 嗯